上一集我們去了佛羅交易和檳城 今集將會和大家去馬來西亞的東面 爬神山 今次小片還要在海外確診 究竟過程是怎樣的呢? 開始之前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最新的片段了 我們剛到沙巴其實正常就不用做測試 不過第二天因為我們會走神山 所以來到我們都要做測試 正常你找一些太粗的測試就可以了 或者一些海產水素都可以 說出來都不好意思 我們上了山之後第一餐竟然是打火鍋 打火鍋可能你們會覺得比較普通 但不要忘記這裡是山區 有這些東西真的難以置信 所以外面這麼冷 打火鍋適合了 進來看看 現在我們在神山的山腳底大1000多米 所以周圍都已經涼爽了很多 甚至有點冷 明天要開始走神山 但總共要走2000多米 但我覺得這個神山在很多人心目中 包括馬來人心目中 東南亞 因為神山東南亞最高峰 都是一個很特別的地位 所以我們養足精神 分享 好 我們現在就在神山公園的門口 我身邊的就是今天的導遊Richard 他會帶我們去今天的rest house 我們到了第五個check point 有些人已經開始在這裡吃飯了 因為其實下一個check point 就是我們住的地方 但這個也是最良限的 現在就差不多中午了 所以那些人就會在這裡拿回一個pack lunch出來 有些麵包 有些蘋果 有些麵包 有些蘋果 下雨了 剛剛所以大家要開傘 他通常下一陣子雨 停一陣子雨 不太大雨 所以大家要下傘 算是這樣的 有蟲 有窗 有陽光 現在還有這裡什麼 還有獨立廁所 這裡就是他們吃飯的餐廳 你別以為這裡三千米高 這些東西一定可以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驚奇 現在是2點18分 凌晨2點鐘 剛剛吃完宵夜 就準備出發去行山 導遊的話 大約兩個多三個小時 走上去 日出就是五點六點 如果你走得快的話 其實你應該晚一點出發 如果你走得慢 就差不多要出發 因為大家都要避免在山上停留太久 好 終於上來了 這裡大約四千米 這裡很漂亮 你看到後面其實有些很特別的花紋 一些石的紋 其實這裡才獨有 所以這裡這個位置是最Iconic 我覺得不是真的那麼難 其實OK的 大家有能力可以上來 只要有個決心 上來中間的時候 在不同的位置休息一下 補充能量 其實我覺得大家是有能力上來 不要覺得自己完全沒有能力 我是一個很不行山的人 但也繼續上來 我們回到最後一個Checkpoint 記得要給他這個卡 因為如果你不給他的話 他就以為你繼續在山上 他就有機會上來搜救你 Yeah 終於回來了 Welcome back 我們昨天在這裡出發 我們出發去程的時候 6K加2K 即來回行了16K 是真的挺累的 但是值得的 好了 因為爬上去頂 四千多元 所以他有一張彩色證書 如果你去到Basecam 上不去的話 他就有另一款證書 所以我們因為登頂 所以有一張圓滿的證書 這間酒店是今年才開的 2022年 新的酒店 只有六間房間 即是這間是一間小型的精品酒店 每一間都有自己的特色 進來有沒有感覺 不像去馬來西亞 的確是 這間酒店是走入風 很冷 疫情之後大家去旅行都會小心一點 包括了可以用類似的方式 包船去旅行 聽下去浮誇了一點 但其實沙巴越來越流行 這樣的方式 還有一個好處是 自己喜歡在哪裏停都可以 身裏面這個 Malukan Island 你看看 水又清 又沒有什麼人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 就決定下船看看 除了坐的船 可以坐半週 你可以選上週 下週 總共整個船 可以坐到12個人 包括後面那麼多水上設施 超級巨型的紅殼 給你打卡 甚至有比較少見的 透明獨木舟 你知道吧 平時玩水上電單車 肯定要收錢很貴 這裡竟然是包你任何玩 哇 今天做一天船長 我們現在去曼谷 說笑吧 我們回到沙巴 剛才在島上玩了一段時間 現在我們回去了 我現在裝模作樣 這邊 OK 來到東南亞 當然想找一間漂亮的resort 這間resort 距離市中心 和距離機場 都是15分鐘車程 這麼短的路程 已經開了一間這麼漂亮的resort 非常爽 外面更棒 它有一個私人的沙灘 旁邊有一個Infinity pool 包你很享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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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座睡房其實都很大空間 上面有個比較少見的風扇 床中間的距離非常多 甚至在這裡做瑜伽都可以 來到Muru其實不是為了住酒店 最重要就是這裡有個超級大型的世界自然遺產 因為裡面有超過28個山洞都是天然製成的 裡面有很多生物包括蝙蝠 也有很多石頭是自己因為風化的原因 自己形成了 後面有個地圖 綠色的位置就是通常遊客 等於我們今天會去 而藍色的更大部分那裡有更多山洞 但不是普通人進去 因為他們比較複雜一點 比較難走 通常都是行山的建杖才會進去走 很可惜這裡有點遠 人們可能不太會來 但其實深層 我們在沙巴坐大約一小時飛機 如果你是在沙巴去的太門 或者你有時間多 不妨可以考慮這裡 很快就完成了三天兩夜在沐沐的行程 我們今天準備飛去Kuching 但剛剛來到機場 我就覺得聲音有點沙 你現在應該都聽到 我就在想不知道自己會否有些確診 所以我想我一到達那裡 我立即會做一個Wrapper Test 看看情況如何 我們在那邊見 到達後馬上做了一個Tesla 其實有很微弱的第二條線 所以為安全起見 我們先做PCR測試 我們現在應該在醫院門口 等待它更新的 我們一起見 現在到中間酒樓那一層 還有一個簡房 很好 Thank you so much 這幾天其實都沒什麼做 去到今早要認真想想 其實這幾天會用來做些什麼 計劃一下 其實我今早要打稿 分享之前的行程 其實一個小片是有不同的工作 包括要打Post 圖片要處理 文字 甚至是影片 或者有時你們Inbox 或者Comment 或者DM 我們都會回覆 所以小片這個工作 其實都是一個很困難的工作 但反過來 好處是可以周圍去一下 就像今次一樣 有機會去到馬來西亞 其實都很特別的感覺 甚至有隔離酒店 我都覺得是很少有的機會 經過了七天隔離 小片終於放牢了 剩下古盡的時間不算長 但是有兩個景點一定不能錯過 剛剛今年才開的 婆羅洲文化博物館 是全馬來西亞最大的博物館 放了很多以前當地人生活的展品 另外不少的還有海邊Waterfront 這個是當地人很喜歡吃完飯 出來散步 出入海風的地方 加上旁邊的射燈 有一刻以為自己回到香港 看幻彩泳香港 相信不少人都會覺得吉隆坡有點悶 回到首都之後 小片決定先去周邊的地方繼續玩 雪蘭鵝有什麼推介給大家呢 我們一於聽下旅遊局代表 講下這裡最新的玩法 現在疫情後呢 其實很多人都很想去這個大自然接觸 現在我們有非常流行的這個露營旅遊 是想要介紹給大家的 下次呢 香港人朋友 如果你們來我們雪蘭鵝呢 就可以去Daman Rimber Echo Commonwealth 這個是一個很新才建立的這個露營的營地 然後呢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配套 所以你們過來玩呢 就不用擔心自己沒有帶那些 就是帳篷啊 那些配備的 因為這裡都有準備好幾年 在戶外玩夠曬夠之後 小片上去雲頂 這裡除了冷點之外 重點是今年全新開的Sky World 話畢都是東南亞最新的主題樂園 裡面有很多刺激的機動遊戲 打卡位 活動體驗 大朋友小朋友都對 誰說吉隆坡沒有景點呢 你看這裡 其實我們現在至新的鬼仔行的地方 就是仿設了以前六十年代 大家在這裡生活的時候的畫面 現在就有很多不同的壁畫 原秋在上面 你看 原秋 整著頭髮 擔著絲煙 阿萊街大家認識 來到 吃些什麼 給大家3秒 1 2 3 是啦 雞翼 但下次來到 不要只吃雞翼那麼簡單 其實走兩分鐘左右 附近已經有很多大卡位 例如這個壁畫 其實它經常都會變的 話這麼快 跟大家一連兩集 玩盡東馬西馬 來馬來西亞玩可以上山落海 想不到疫情之下還有這麼多新景點 下次來大馬記得要去買啦 雖然東南亞已經大致開關 但回來香港還是要隔離 所以小片都是乖乖地在酒店打稿啦 下一集跟大家說說回香港的過程 和隔離經驗 不用錯過任何旅遊資訊 記得訂閱我們啦 下集見